那個朱立倫請你宣布退選 不要再選下去了 留一點尊嚴給自己 你們要講的時候我都不想聽 但是我當主席 你們都來團結我 這沒有道理啊 你講了一大堆 講了我一定要最強的候選人 可是你根本 失去了當一個黨主席候選人 最基本的格調 朱立倫你自己搞砸了 你自己把石頭砸自己的家 真的是從來沒有想像過 一個黨主席的選舉 會選到這樣子啊 那還沒有投票 那我也知道很多觀眾朋友 佑正的粉絲各有支持人選 不過佑正我直接講結論 朱立倫請你宣布退選 不要再選下去了 留一點尊嚴給自己 選到這樣子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一開場跟佑正 借一分鐘講 你們講什麼都不要聽 我講完了我就要走 那朱立倫就算你勉強當選了 國民黨主席 那你覺得你當選了 那江啟成跟張亞中還有卓博員怎麼辦 他們就坐在台下乖乖聽你講 你們要講的時候我都不想聽 但是我當主席你們都來團結我 這沒有道理啊 又是因為這個朱立倫 是當年祝祝姐 洪秀祝他講說 他跟朱立倫私底下 在稱呼的時候 他都叫他少爺啊 少爺 人家就叫你少爺 你是什麼感情 昨天我們看中常會的現場畫面 不就是個少爺嗎 對不對 你們前面三個人在論述的時候 我跑去跟記者套交情啊 我不要聽你們三個講 你們三個在講什麼 我幹嘛理你們 等到輪到我的時候 我來回答 我簡單跟各位 昨天每個人各有二十分鐘 他分作兩輪 朱立倫抽到的順序是 第一輪的第四個 跟第二輪的第一個 所以他的兩個十分鐘 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這兩個十分鐘可以連在一起呢 所以呢前面三十分鐘 他們第一階段在論述的時候 他都不聽 他在記者是陪記者全全叉叉 等到快輪到他的時候 他跑回來 他講了十分鐘 然後第二階段開始是 這個提問回答 提問的時候 他第一個 對他要是剛好第一個 又講了十分鐘 講完就走 第二趴的第二個 就是你看到的張亞中老師 張老師一拿起來說 欸你要走啦 朱立倫就這樣走了 欸我跟你講 會過他的話 如果我是當場的記者 我一定追出去說 朱信要去哪 朱市長 他有解釋 朱辦有解釋說 他另有行程 那你就看他多不重視這個 中場會 對嘛這個你的 你在什麼樣的行程 你也應該把這八十分鐘 有頭有尾 所以佑政你可以看到最後 這個黨主席候選合照的時候 只有三個人 就沒有朱立倫 這非常的奇怪 朱立倫就不見了 所以我比較期待說 這個朱市長能夠 之所進退啦 不是說我要唱衰你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表現嘛 對我不是黨員 我沒有資格投票啊 我們很多佑政的粉絲 也沒有資格投票啊 可是我要請問大家 你覺得朱立倫 應不應該退選 他怎麼可能 能夠團結國民黨嘛 對不對 你講了一大堆 講到我一定要 最強的候選什麼的 可是你根本 失去了當一個黨主席候選人 最基本的格調 不是說我要對你口足筆伐 是朱立倫你自己搞砸了 你自己把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朱辦的解釋說 因為這個之前的那個電視辯論 太刀光劍影了 有損團結 所以他們三個論述的時候 我都不要聽 然後他們三個 朱辦有回應啊 然後他們三個要交 這個我就不要破壞大家的和諧 所以我就先走一步 這個是理由嗎 這個是藉口吧 所以他聽了他下面忍不 他可能會在下面忍不住說 你是在說什麼啦 張崎晨中部 你是在說什麼啦 不要再說 會這樣嗎 所以會破壞團結 這不能聽 就是要維持黨內的和諧 所以他就先走了這樣子 這樣的 因為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 明年的2022的選舉 跟2024的選舉 是非常關鍵跟重要的 尤其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這個黨主席任期是四年 也就是說到2025年 那四年的任期 會經過這兩次的大選 當然我們沒有 你現在 我明天去加入國民黨 你也沒資格投票 因為他9月25日就要投票 你現在去加入也來不及了 那我比較期待是朱立倫 自己好好想一想 因為這個 除了退選之外 我覺得他欠中常會 還有江啟成 他們三個人一個道歉 不小心 不是 也不小心 少年 每天 都會 那邊 人 是 有